希望我的幽默的教育中 你能够听出所以然来 增进到你生活里面的强度硬度 来面对红尘的各种挑战 不管是今生来世 你知道讲到这个我想到 你知道我在YouTube上面 我看到一个小孩 大概三岁还是四岁 超那个花鼓 超那个什么 就是他们那个唱 他们那个应该不是歌仔戏吧 广东大戏还是什么东西 这不是上辈子记忆 这辈子这叫天才 这明明就是那个孟婆汤没喝干净 真的 他坐在前面 那么小朋友那么小一个 三四岁吧 后面全部是一个大乐团 所有乐团的大人都要看谱 这小孩子居然是不用看谱 用耳朵听就不知道 哪里要敲哪一个 哪里要敲哪一个 我讲是给你听者用一句说 你现在学的所有东西 你不会浪费时间与精力 对你的灵命中的增长 一定是有建设性的 是 让你去那边说 哎呀我已经七老八十了 当时我不用学了吧 你看呢 不要问我 你自己觉得要学就学 不学拉倒 是不是 但是学了 对你绝对有好处 就是说优化 进化 对你一定是增加分数 你的资质或者你以后 你下次再去面对红尘中的活后 哎 三十岁小孩 他可以去找个工作 就没敲了 书都不用补了 三十岁又开始赚钱了 是不是 这很现实的问题 活到老学到老 所以我是希望 跟你做朋友的这种感觉上 你不见外的听懂导师对你的期许 愿意在如法实修中 真正的来帮助你自己的生活 产生各种的进步 成长 突破 进而在人间得到各种的成就 来显化自己 觉得是对的 告诉世人 超越生命码是可以来帮助每一个人 所以你好 他好 大家好 每个人都好的时候 这社会就不用什么苏丹宏 没有苏丹宏的情况下 大家安居乐业才有可能 否则没有在安居乐业的这种氛围中 每个人每一天你都不知道谁会被谁害 谁会被谁暗算 谁会吃大亏 谁都不知道说不准了 所以要再重拾各种可能性 唯有我们把我们自身先修起来 赶快的去影响社会 我们一起共振 把这世界能够越变越好 越来越光明 越来越有大家的一个未来的可行性 所以大家才会每天觉得很安心的过好每一天 如此一来才有可能所谓的世界大同 是不是 是不是你有的责任 好 你有的责任就要知道每一天的如法师学有多重要 以及在人间散播这些好事 散播爱的重要性与我们之间息息相关 所以广传超级生命密码 则无旁贷